我和我老公结婚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我们从以前的一无所有 贫困家庭走到了现在 有车有房 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 非常让人羡慕 但这也是我们两个辛苦拼搏换来的 而且经历过贫苦的日子 不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也让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变得更深了 我们一起走过了七年之阳 到现在都十年了 也没有发生过太多的矛盾 彼此对彼此也非常的珍惜和爱戴 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折磨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就是阿宝刚出生的那一年 由于我第一胎是男孩 第二胎是女孩 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查得比较严 逮到就要罚款 而我们家又非常穷 我的老公就带着我东躲西藏 每天都在躲计划生育 因为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罚的了 可以说家徒势利 什么都没有 看到孩子跟我们到处奔波 面黄鸡兽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从那一刻我就和老公发誓 一定要好好挣钱 不要再让孩子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 我就把他们送去了学校 每天都是我的公公婆婆接受孩子上学 我和我老公在家不远的地方 干起了一个小生意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平平淡淡 没什么启示 每个月的收入也只够家庭的正常开销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生意就跟发了疯一样 变得异常的好 每个月的收入是以前的两三倍 这让我和我老公欣喜若狂 就这样持续了两年 我们在县城里付了首付 买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房子买好后 我和我老公压力更大了 我们就分别在县城的两个地方 分别摆了两个地摊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即便摆了两个地摊 我们的生意还是异常的火爆 每天晚上都能挣好几千块钱 从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和我老公的日子终于要到来了 五年前的时候 我老公的姑姐家里面需要买房子 跟我老公借了五万块钱 然后我老公跟我商量 她的姑姑一家人对她还不错 就想让我把这个钱借给她们 我没说什么 就让老公自己做主 如果借的话 让她写个欠条就好 我老公也同意了 去年的时候生意不景气 正好那个时候我妈又住院 自病也花光了我们的积蓄 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我老公的姑姐 还欠我们五万块钱 所以就让我老公去跟她姑姐商量 能不能把这个钱还给我们 没想到老公一直没提这个事 没办法 我就带着我的孩子上面去要这个钱 而我姑姐也没说什么 直接就给了我 晚上老公回家的时候 意外的看到老公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 上面内容写道 这么多年了 那五万块钱 你还没和你老婆说 姑姐老了 只能帮你这一次了 我问我老公怎么回事 老公胆胆心轻的跟我说 其实根本没有借给姑姐五万块钱 只是自己赌博输掉了很多钱 需要还债 当时只是找了一个幌子 把这五万块钱拿去还赌债了 我听老公说这些羞愧难当 当天晚上就把五万块钱给送回去 并且和姑姐道了歉 这不错 厉害 谢谢 我听说 最后个人 都是什么 我们听说